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談的是關於國家這件事 我們常常會聽到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 如果你藏在台灣本地 你當然可以很大聲地說是 可是你如果常出國 或者你有許多外國的朋友 用國際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還是嗎 如果我們用國家的定義 來看待台灣的現況 那確實我們是一個國家 不用質疑 我們有完整的對內主權 也可以獨立自治 就這個角度上來說 我們是一個國家 可是我們必須承認 台灣政府目前並沒有對外主權 只有對內主權 因為我們在國際上並不被承認 但更有趣的是 在法律上 憲法標示的國土範圍 大陸也是我國的領土 但在事實上 我們能控制的只有太空計畫 光這法上的定義 就有很大的問題 理論上是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可以從歷史 地理 法律去找答案 但是說真的 這些已經不是現在的重點了 因為就算你找出了答案 沒人認同你 就無法被證實 而反之 錯誤的答案 只要多數人認同 就可以當作解答 在這個社會生存 當你的主張不能得到支持跟認同 那你就沒有力量去證實你的主張 所以台灣的現況 需要的是國際間的認同 而不是我們在國內 強調我們的主權 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我說我很帥 我死速跟別人說我很帥 可是沒有人認同我 就只有我一個人在說 那我是個帥哥嗎 而今天的狀況是 有個人 他覺得自己是個帥哥 但是有個黑色會老大 霸凌他 還命令大家不准跟他說話 還要叫他醜八怪 這時候這個人 如果要證明他是個帥哥 他需要的是什麼 他該怎麼做 全世界有近兩百個國家 承認台灣的就是五個 而且都是非常小的國家 老實說 台灣人普遍缺乏國際化 許多人都以為還很口號 做證明了什麼 真正要讓台灣成為有對外主權的國家 如果只是修憲那麼簡單 那有沒有想過 政府為什麼不修憲 在這幾次政黨人體下 都沒有人敢自信證明 我們必須承認一件事 當中國真的要武統的時候 這世界上 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承認過會幫台灣 就連美國也沒有 而台灣真的能值得其三層嗎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台灣對中國的價值到底有什麼 現在全世界的國家都利用台灣 在勒索中國 而台灣現在的運作方式 對中國並沒有任何好處 坦白來說 台灣對中國唯一的功能 就是用來凝聚民心 塑造一個共同的目標 進而使人民團結起來 但隨著世界的變化 未來中國的年輕人 很有可能會發現 他們為了反台獨而付出 大量的社會成本 卻沒有獲得實際利益 開始懷疑為什麼要放 所以獨立有兩大方針 一是獲取國際的認同感 二是減少跟大陸的對立感 我們得把聲音傳達到其他國家 像這次防疫的表現 台灣被看到了 既然會有人來關心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情況 讓各國去理解 認同台灣 另外 減少對立 當大陸認為 付出這些社會成本 卻反台獨是不划算的 讓我們距離完整的獨立 絕路更接近了 今天講的就到這邊 我講的純粹 就只是我個人的觀點和看法 如果造成你的不悅 對 還請尖諒 希望你能有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台灣能變更好 謝謝